剛剛有同學在問說 我這個房間 如果我本來是 就是我們講的地板 如果這樣不然會稀稀稀稀稀 假設我這裡 我現在想到說 這裡我要凹進來 有沒有 要凹進來 要怎麼辦 因為我這邊是不是有一個節點 如果我直接去調整這個節點 直接調整這個節點 那不就變這樣嗎 對不對 不行 那怎麼辦呢 我先把這個放大一點 好 我從左手邊這裡開始 你可以在這個線上面 大概要的地方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增加房間區域節點 就是這個東西 好像有玩過折子吧 類似那個概念 在這裡凹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多一個節點跑出來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按右鍵 你就在你要的地方凹一下 那這樣這個點我可不可以就拉進來了 這樣了解嗎 這樣就可以以後 當然如果這個點不要可不可以刪除 可以的 按右鍵把這個節點把它刪掉 這個就沒有了 按右鍵刪除刪除 有沒有就拿掉了 中間只有一個 這樣也要了齁 雖然沒有刀子 但是有那個 那剛剛呢我們在移動的時候 你還注意到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知道嗎 當我移動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好像卡 有東西卡在這裡的感覺對不對 因為它預設是有一個實體的功能 所以呢我們剛剛在快速鍵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還沒跟各位介紹的 比較快速鍵 那個使用三丁鍵可以從上面這樣 那個one note 你可以在上面這樣直接切換 也可以跳過去 好 就是第一個 暫時取消有沒有 暫時取消的 你可以按住alter鍵 它就會把磁鐵的功能 那個snap的功能 暫時取消 我按住alter 你有沒有覺得我的好像自由一點呢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你平常在移動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 有這個格子狀 好像我們那個那個 制度有時候那個 格點是希望你對其用的 但是呢 希望它暫時不要 那麼適事化 你就按住alter鍵就可以了 這樣會不會啦 會的好 好